我們現在要處理的問題是這樣的 有四個經過依法認定 並非真誠擁護基本法 以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而被裁定提名無效 即是不具備參選立法會議員資格的人 我們應否容許他們繼續履行立法會議員的職責 從簡單的邏輯來看 一個不符合參選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法定要求和條件的人 自然都不具備出任立法會議員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第一點是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因為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 拒絕承認國家對於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 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 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的行為 不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預告 是新疆新疆區的法定要求和平等公眾